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叛变 领袖普里格金至今还没现身 但是他以录影表示 没有要推翻莫斯科政权 俄罗斯总统普钦是态度强硬的定调 这已经属于犯罪行为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生了 详情交给华富特派记者尼嘉辉 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周末的一日叛变 是俄罗斯总统普钦掌权 23年以来前所未见的危机 目前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人在哪没人知道 但他发表11分钟的录音说 之前禁逼莫斯科不是要推翻普京政权 而是为了抗议瓦格纳的待遇 普京则是以预录的电视演说回应 感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帮助和平解决这起事件 强调是俄罗斯社会的团结 发挥关键作用 普京说行动组织者所做的是犯罪行为 他说大部分的瓦格纳成员是爱国的 因为他们及时刹车避免流血事件 而他们可以选择要加入俄罗斯军队 或者是回家 普京的目的就是要离间瓦格纳成员 和瓦格纳的领导层 莫斯科透过国营媒体展现一切如常 而呈现强烈对比的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探视乌克兰东部前线的部队 还替士兵庆声 泽伦斯基在周末也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他说对话是正面且让人振奋的 也感谢美国所提供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拜登针对瓦格纳叛变事件首次发表谈话 强调这是俄国国内事务 美国和盟友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拜登谨慎避免挑衅或者让情势升高 拜登说他的国安团队每小时向他报告最新发展 除了泽伦斯基拜登也和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元首通话 这可以说是拜登任内最关键的外交政策挑战 俄罗斯是全球核武数量最多的国家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准备动用核武 但密切关注情势发展 持续掌权的普京比较危险 还是权力岌岌可危的普京比较危险 没有人知道 这情势仍在发展中 白宫表示现在评估这起叛变事件 对俄乌战争的影响还太早 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则说 中共对这起事件的发展感到不安 两星期之后 北约峰会在立陶宛举行 泽伦斯基会继续争取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 另外原本白宫评估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后 去最新成员国芬兰访问 在瓦格纳叛变事件之后 白宫也会有多一个考量 TVBS新闻林佳辉 美国华司报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BS新闻的新闻